截止目前老王碑已经进行了四天事件 然而德华的队伍仅有两分 一直让人处于一个提心吊胆的状态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今晚德华队伍对战 桑杰队伍的状态神情以及赛后采访究竟如何 开局1-1 solo金木对战平安 双方都是夏侯敦基本一抢经济发育为主 来到八分钟的时候 金木最后一刻惩戒抢下了平安的小子 金木刚好超出了平安100 经济拿下了第一把手刺 此时德华的神情郁郁宝欢 不过在想到孤颖即将会出山之后 便继续被弹幕打起了加油鼓 马可能打个毛 一共就八分钟 你的马可发育起来早就没了 加油 金金云 加油加油 鼓影上场第一把就拿到了第一血 优势装备的理解让低于金木200经济的鼓影完成了反杀金云 最后还未等金木复活便被孤颖推塔结束的比赛 紧接第三把依旧是夏侯敦对决 孤颖对战木炎 来到七分钟双方经济基本食品 是他家的赤甲 赤甲赢了 随后七分二十的时候 孤颖成剑拿到了木炎的赤甲 由此这波细节成为了拿下游戏胜利的关键因素 来到最后结束前的几秒时间 孤颖已领先100经济拿下了第二把胜 随后拿下手上的德华 还是致电孤颖给予色彩所得力 你就说是不是我指点的好 你说实话 你要是不说实话的话没关系 我也不想说 你就说我指点的怎样 指点的没问题 对吧 说了指点的没问题啊 你看看 可以 这么你为我们队拿下一本有功劳 来 给我给你刷个 紧接来到五五正式赛 一分钟时间北北中单帮助云书在下路拿到了第一起 开到了 开到了 拿下Boss不拉杂 漂亮漂亮 那他妈的叫Boss 看了咪 我看了咪 我看了咪 四分钟时间天安下侯敦抢下关键暴击 随后云书和北北发起猛烈进攻将金木追杀到了高底 最后一波压上神经花子孙策开团秒漂亮 云书孙上香跟上输出一波终结拿下了第一把对决 楼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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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支持加美娜的粉丝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加美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粉丝看吧